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喜欢旅游 热爱旅游 行走在广阔的天地间 也确实能让人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期待能看到让人为之震撼的景象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也雕刻出了许多纯自然的天然奇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景观 给我们的旅途又增添了 一丝丝神秘和壮阔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在我们这两年的旅行过程当中呢 我确实见到过很多 让我至今都非常难忘的 这样的自然奇观 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几处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 走到附近的位置 一定不要错过 要去看一看 第一呢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桃黄交汇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在20年走黄河的时候 看到过很多黄河的支流 跟黄河交汇的场景 但是最让我难忘的就是 桃黄交汇的场景了 桃河是黄河走出源头之后 幽暗的第一大支流 它发源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 西青山东路 在甘肃的永靖县汇入黄河 在两河的交汇处 是一个巨大的天然鸳鸯锅 当我们看到桃黄交汇的场景的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以为 青色的这条河是桃河 浑浊的黄色的河流是黄河 其实恰恰相反 黄河在这儿是青蓝色的 浑浊的那条黄色河流才是桃河 我们想要看到桃黄交汇 这样的壮观景象 其实是很方便的 在它这个景观处呢 是有一个观景台 观景台设在高处 桃黄交汇呢 在山溅之中 可以方便我们非常直观的 去看到这样一个壮丽的景观 不同于其他地方 需要飞无人机 这个地方不用 我们只需要来到观景台 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色了 第二个呢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虎口瀑布 也是全国文明的景区了 这个虎口瀑布 也是我给大家推荐这几个地方里面 唯一的一个收费的景区 黄河在流津进陕大峡谷的时候 因为受到两岸山市变化的影响 黄河的水面呢 在短短的不到500米的距离之下 它的水面宽度从300米 直接被压缩到了 只剩下20到30米的宽度 并且呢 它又是在这个时候 从20米高的这种抖崖上倾泻而下 就形成了千里黄河一壶寿的奇观 虎口瀑布呢 是我国的第二大瀑布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我们都知道湖口瀑布的景区分为山西一侧和陕西一侧 其实更壮观的景象呢 是在陕西一侧的 但是我们前往到山西的景区 是能够看到这样更壮观的景象的 推荐大家去山西的景区 看更壮丽的湖口瀑布 而且如果说我们想要看到黄色的 非常波涛汹涌的这样的湖口瀑布 一定要夏天去 第三呢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天坑 天坑呢 是指在喀斯特地区的一种 周壁比较俊巧 深度和口径可达数百米的一种 喀斯特副地形 其实往简单的说呢 天坑就是地面上的一个巨大坑洞 天坑大部分是分布在我国的西部 还有南部 我第一次看到天坑 就是在云南 那是一个将近有200米深的天坑 我们在离远看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平平无奇 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山峰 但是当我们走进去看会发现 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而且在坑里呢 居然还有烟火器 在这个天坑里呢 居住着十几户人家 他们在这儿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好像世外桃源一般 在天坑里还有一个天然溶洞 里面的一池清水 至今让我难忘 第四个呢 就是云南云龙县的天然太极图 云龙县虽然说不是很大 但是它却是卧虎藏龙的 在这个县里呢 不仅有千年古村诺邓村 还有就是这一幅天然太极图 我们直接导航云龙太极观景台就可以 在行驶到快要到山顶的位置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满满都是八卦和太极元素的这么一个亭子 这个时候观景台就到了 比江水呢 在这儿绕出了一个S型的大弯 东边又有诺邓河的流入 形成了一幅天然的太极图的地貌器官 古人呢也称这儿为太极锁水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江水都是成土红色的 也是非常有云南特色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渣达的土林 土林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在远古时期受到了造山运动的影响 在湖底沉积的地层呢 一直长时间的受到水流的切割 后来又逐渐的被风化 拨石 才能逐渐的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土林 在高原之上 我们看着眼前高低错落的树木 千姿百态 驱车行驶在期间 又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神秘的谷歌王朝宫殿 也是建在土林之上 大自然的神奇 加上这个王朝的神秘 让人不禁想要来这里一探究竟 我国第一大物博 其实大自然形成的器官还有很多 大家如果有知道特别值得去看的 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 让我也去享受一下视觉上的盛宴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